日本北海道浦河亭游艇长池田拓 与浦河亭的议会议长米谷 带领着浦河艾努协会一行人 来到了新城乡拜访乡长和理台 也进行友好城市的交流及参访 同时还举办了交流会议 希望借由双方介绍认识 来了解彼此的文化 新年乡公说表示 双方在2022年8月签署友好协定 希望透过彼此交流参访的契机 新年乡与浦河丁的联系 能够更加的深刻 民族民族以及在地居民之间的友好关系 能够持续扩大 更继续未来在农业以及渔业 观光产业上交流持续推动 让彼此之间的交流 为双方带来进一步的发展 新年乡长和理台北老师 新年乡拥有自然天成的山海景色 观光资源潜力无限 浦河丁为日本北海道地区 拥有丰沛的海洋资源 以及木马产业 两厢丁在民情以及观光发展上 都具有无限开发的潜能 希望就有两厢丁交流学习 互访增进彼此推动国际观光的经验 新城乡拥有自然天成的山海景色 观光的资源可以说是简历无限 浦河丁为日本北海道地区 拥有丰沛海洋的资源 以及木马的产业 两厢丁在民情及观光发展上 都具有无限开发的潜能 希望藉由两厢丁的交流协训 的时候由本人 协同地方名义代表 士绅及本所的客室的主管 进行学习参访之礼 经由双方深入的交流 更加的认识浦河丁的人文 风情及艾奴族的文化 建设两厢在原住民文化传承上 是推广与努力 现在相公司表示 这是符合丁丁丁本乡 相当合理台团队 带着热忱盛情欢迎 在交流会之后也安排参加 花园县传统原住民族风年节 青山田原住民的热情 以及传统文化 为记组之仪 并且在22号安排嘉宾 参访国际知名景点 踏入各国家公园 感受到壮阔山村的气势 之后希望两厢丁 之后交流更加密切 另外与会有 新城乡公所专员葛秋夫 花园县传统原求光明 还有新城乡公所各个市主管 以及相当会主席 程序人一行人 全程餐饮与会 气氛相当热闹 记得就欢迎花色味道